在上一年可以说是电视剧爆发的一年,先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网播400亿的播放量又有口碑炸裂,得人名了名义。 网播300亿的播放量,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《楚桥船》更是高达467亿的网络播放量,也是至今最高的电视角色,无论是电视还是网络,《楚桥船》都承包了时段的第一达到两个月的惊人成绩。 在拍《楚桥船》的时候,演员们都表现了非常的认真和敬业,而却剧情等都非常吸引,在改编上对原主也是相对的比较公众,这也是这部剧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吧。 作为扮演男女主的赵丽颖和林更新,更是在剧中的CP也是非常圈本,被粉丝们亲切地称呼《新月夫妇》,在《楚桥船》收拾如此成功的情况下,很多网友都在期待着《楚桥船2》,希望还是《新月夫妇》继续发唐。 虽然不知道《楚桥船2》是否还是林更新和赵丽颖原班人马,但是两人却已经在合作另一部戏《忘忧镇》,两人在《忘忧镇》发布会上,闲聊时候或者说说笑笑,或者摇摇耳朵说说蜜语,真的非常有情侣的感觉。 而这部电视剧,据称还在筹备拍摄当中,但是已经让不少网友预言《忘忧镇》收拾有望破楚桥船,还记得赵丽颖和林更新拍的那一组艺术照,就让人觉得非常有婚纱照的感觉。 难怪网友们都抓着两人的CP补法,甚至希望两人走到一起,谁让这组婚纱照实在太甜蜜了呢? 难怪网友们都抓着两人的感觉。